酱猪蹄好烫 您来了朋友 你们一直想学酱猪蹄 今天他来了 我曾经因为吃这道菜呀 一球长了十几W的光度 今天来我教你 我这个猪蹄啊 是提前处理好的 中间嘎一刀 方便入味 冷水下锅先给他焯一下 加半勺料酒 再加大半勺白醋 去腥的效果特别好 焯完了猪蹄放水里洗一下 洗白筋给他 猪蹄摆在高压锅中备用 另起锅架火给他来勺油 油热加葱姜给他爆香 来小半勺黄豆酱 再来小半勺炭香豆瓣酱 大出酱香味 添一锅温水 能够过锅里的猪蹄就够用 加生抽蚝油和鸡汁 来烧腐乳汁 上色风香非常棒 多来点盐少来点味精 来几粒冰糖 倒入提前炒好的糖色 八角香叶白纸 炒酱草果 桂皮干辣椒 稿里头 大火烧开 倒入带有猪蹄的高压锅中 拧好高压锅 开锅上气小火煮40分钟 倒点高压果 别放气 咱们30分钟 这样的猪蹄煮出来特别软了 看都看到这儿了朋友们 觉得小龙这菜做的还可以 给我怼两下屏幕 双击两下 谢谢大家